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就是 MA TITANIUM 塗裝 今次跟大家講講就是 MA TITANIUM 版本 這個版本就是在 2022年的6月9日發行的 一共是出了250套的 這個套裝包括一部 MA的菲林相機 和一支50mm A-Pro 的鏡頭 要了解它的現在 必須要知道它的過去 譬如說這部MA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到底是什麼 如果回到一旁說 一部MP 大家就會很清楚 MP 是一部Leica的菲林機 是一個最高端的款式 跟M3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各操作都是一個旁軸相機 一樣是有一個底蓋 然後就可以揭開 是一樣的入菲林的方法 MP 就是有測光的 而MA 基本上按照MP的模式 就是一樣去製造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 MA 少了一個電子部分 這個就是一個測光的部分 大家都會明白的 電子東西 無論你多好都好 始終是一個壽命的 正所謂 新就沒得頂 壞了就沒得整 所以作為一部紀念機來講 它越少這些電子的設備 是越好的 因為我會收藏的話 就不會說收藏了一段時間 原來發現電池 或者是一個測框的部分 原來是不行的 是壞了的 要做都可以 但沒什麼必要 就不想拆開這部機去弄它 所以其實這個配搭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講完相機 我們講講鏡頭 這個鏡頭是Leica的A Pro 50mm 二光圈 同時擁有AES Picture的光學設計 這個其實已經是第六個版本 其實Leica 52出了六個版本 這個是第一代 這個第一代 就是一個伸縮的版本 而第二代就是Widget 就是一個最優雅的設計 接著去到第三代 就是一個叫高腳 那是這一部份 孔的位置是比較厚的 所以叫做高腳 接著就是 第四代 第四代有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個Fingertip 手指位 之後呢 其實第五代的光學設計 就跟第四代是一樣的 只是 那個Coding不同 還有呢 就有個Build-in的遮光罩 來自遮光罩 接著就是第六代 第六代就是 跟這個紀念版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外觀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紀念版的外觀呢 就是仿照了Widget 第二代的設計理念 大家看到呢 都是很多 好像菠蘿釘那樣 有些起伏 整個羅馬柱 這樣的感覺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最帥仔的設計 來的 之前呢 都有不少的版本 這個普通版 還有一個呢 是之前出過呢 不同顏色的 那麼有分別呢 是黑漆版 還有銀色 還有一隻雅色的 那麼設計都是一樣的了 也是一個外置遮光罩的 而普通版呢 就有黑色 銀色 還有試過出一百支是紅色的 那支呢 就已經炒到天價的了 一般大家看呢 就是 Titanium的版本呢 就是這一種了 就是說 其實是Titanpated 是一個電鍍的鈦 在一個表面的 那裡面呢 其實是一個黃銅來的 那麼 對於這一支呢 就是 兩樣東西來的 因為整支鏡身呢 其實都是一個實心的鈦造成的 鈦和黃銅之間的分別呢 是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 鈦呢 是比黃銅呢 輕45%的 但是呢 那個硬度呢 就比銅呢 是硬25% 那順便再講多一點點 關於這個 Titanium的特質 Titanium呢 其實呢 它就會比較硬 暗 這個是防腐蝕 防敏感 防敏感有什麼好呢 就是有時候有些朋友呢 始終鏡頭相機呢 我們都常常會拿在手的 那有些朋友呢 可能對其他金屬啊 有少少敏感的話呢 那你就會 但是用得久呢 就可能會 紅腫啊 或恆氧啊 這樣的情況的 那而Titanium呢 就沒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呢 它有部分的錶呢 都是用這個Titanium去做的 還有呢 還有呢 是一個低度熱性啦 即是什麼呢 譬如說 相機啦 擺了一個陽光之下呢 曬了一段時間啦 那你拿上手呢 就不會說很辣手 那樣東西 那又或者 倒一轉啦 可能在戶外 很冰凍的環境啦 那 你 凍了那麼久的相機呢 跟著拿下去呢 就不會覺得 凍到 要扔了一部相機 那麼誇張的 也都是因為Titanium 那麼堅韌的特質啦 變了在製作方面呢 是非常困難啦 也都成本很高的 講分實心態的相機呢 其實它一共出過六個版本的 那由2001年啦 就首先出了一部M6TTL的版本 全實心態的 那跟著之後呢 出過呢 就是有MP啦 有M9啦 MP240啦 到現在呢 就出了一個 MA的版本啦 那作為一個收藏品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要做到保值啦 那最好就當然是可以升值啦 那無可避免呢 就是用價值來去講一部相機啦 那雖然這個說法呢 就比較糟糕一些 但是這個呢 也都是將它是量化了呢 大家都會異明一點的 那就要講回轉頭啦 在2007年呢 出過一部Leica MP 那些 Solid Titan的版本 那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為了日本 銀座呢 出的 那那個版本呢 一共出了150套 啊 當時呢 賣呢 大約是7萬元港幣啦 那2014年呢 大約去到呢 31萬啦 那這個是一個賣出的價錢來的 那去到現在呢 就在網上呢 見到呢 是叫價46萬的 那講一講鏡頭方面呢 那鏡頭呢 就之前2018年呢 出過黑漆版的 那它的過型呢 跟它都是一樣的啦 那其實就是黃銅打造的 那而這一支呢 就是Solid Titan啦 那那一支呢 那一支呢 就是2018年賣中 大約呢 是9萬元 那去到2021年呢 曾經呢 是賣出過呢 大約是17萬的 那根據剛剛我講的數據呢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表格啦 那大家去看一看 比較一下 那接下來呢 你覺得這一套的相機呢 會在五年內呢 升到什麼價錢呢 呢 還在這裡呢 就非常多謝一位收藏家啦 特意借了一套相機鏡頭給我啦 可以拍一條片 給大家欣賞一下 這一套機 如果你說想找一套 現在這一套機呢 其實基本上都非常困難啦 應該已經訂購了啦 那所以呢 如果再買的話呢 是我想是 只有在二手市場才能找到啦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啊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